聯合包括運送服務公司一架貨機 上個月20日在香港機場著陸之後引擎起火 民航意外調查機構 將事件歸類為嚴重事故 並且發表初步報告 當日中52點多 攝氏的波音7478型貨機 由香港飛往杜拜 起飛之後大約4分鐘 機組人員按程序關閉一後發動機 並且決定接返香港 貨機在跑到著陸之後 一號發動機起火 事故中沒有人受傷 調查組只是詳細分析數據 依確定事故的情況和因由 預計調查需時12個月